看了這幾場比賽下來 我覺得裁判的判決根本沒有在這個規矩裡面 感覺好像被受指令是有偏普的一個感覺 如果是我何點的話他就談同事 雙方不得分 所以這來來何回就差了蠻多分數 原有13年極見資歷的選手陳俊成 被認為是極見界的明日之星 但他這回參加全運會懸拔賽 卻被裁判用吹黑哨的方式給刷掉 讓他氣到跳出來揭發體壇不為人知的黑幕 蠻多選手跟我說叫我不要出來 因為他說我出來還是一樣會被黑掉 就是說教練有跟他們當面講說 要把誰人弄掉的事情 我把這段錄影錄下來 本刊進一步取得比賽當天的錄影畫面 可以看到情況確實有些不尋常 像是在陳俊成得點時 裁判判定的是雙方沒得分 而雙方沒得點時 裁判卻又把分數給了對手 就連負責全運會監視器的廠商也坦言很無奈 雙方沒想的部分 應該是很危險 不然 你解釋得通 跟通編的解釋得通 讓我說是在人 我們也沒辦法說什麼 謝謝 黃振偉今天做的事情 他是很誇張的 眾人指控的黃振偉 是石牌國中的專任教練 專長是極劍軍刀 不僅有國手製造機支撐 更是國家A級裁判 在圈內名氣不小 這波他的所作所為 讓不少人嗤之以鼻 就連當天在比賽現場 關賽的選手也指證莉莉 說裁判被黃振偉干預 做出違心判決 因為判給他們想要的那些人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我覺得他們真的需要一點教訓 其實不只陳俊誠 另一名擁有勤勉之力 同樣被看好的極劍女選手張子玄 也出面控訴她是受害者之一 我就是被這樣不公平的對待 那我也沒有 不能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畢竟就是代表台北 是陳俊誠比賽 那我也是有訓練 然後也做出同樣的付出 那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爭取進入國家代表隊 需要的分數 兩名選手不打算隱忍 向台北市政府交易局 跟體育局 舉報全運會選拔不公 但得到的回應 確實並無教練 至錄影迴謊區 干涉裁判判決 實際向黃振偉求證 他也解釋參賽選手 幾乎都是他的學生 實在沒必要跟裁判串通 情況跟事實不符